把它全部合併的話 另外也許多一個清楚 當然這個我是用 另外你可以用插入一些圖案 一些什麼 這裡面其實可以用什麼圖片 或者圖案再填顏色 其實都可以做按鈕 不是說只能用開發人員裡面這些來做 然後最後按右鍵其實也可以指定聚集 是不會有問題 可以讓它變漂亮一點點 然後最後的話 當然我們希望按下它 把一到十二月份的裡面捐款人的迷信 全部幫我集結在這邊的話 該怎麼做 它按下去OK了 感覺其實還蠻棒的 所以如果你工作裡面每天 就是按下去事情又搞定的話 哇那太好了 真的之前有蠻多同學學這次課程之後 它把一個早上以前 它變成一個早上要做的事情 它就變成幾個按鈕就完成了 那當然相對著它多出很多的時間 好處就是它可以再去妥善利用它的時間 也許它可以再精進它的這個VPA的技能 也說不一定 真的有些同學真的很厲害 每天都要練功 因為它多出很多時間 它總不能說馬上就把東西交出去 交出去老闆也不會給它加薪水 只會加工作 你做完了太好了 再多一點工作給你 OK 所以他就花一點時間 反正慢慢他就思考 可不可以在這種流程上面做改變 慢慢他把這方面技能精進之後 其實發現其實他 好像工作已經慢慢不能滿足他 所以他可能還有更多機會 可以再往別的地方去的 OK 有些同學可能就 也許可以 怎麼跳槽 或者是 住住時 如果老闆不給他加薪水的話 OK 那這邊清除 那怎麼做 其實也是一樣 一 Visual Basic 二 按右鍵插入模組 對不對 都一樣 三 貼上陳詩 貼上這一段陳詩 其實我是拿什麼 拿剛剛我們 寫的那個問題零四裡面的 問題零四我們剛剛寫的是在這裡 把問題零四這兩段 SUB複製 直接貼過來 那問題貼過來不是說馬上能用 你不要貼了 那我同學直接貼貼了RUN一下 看不OK 應該是不OK 把它RUN一下 變成這樣子 OK 所以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幾個地方要改 第一個 當然我們 我們逐步來看 第一個的話 R 二指的就是我將來要複製到哪一列 總表 當然這邊的話 我們這個答案應該 初始值 這個地方 第二列 這個不用改 再來的話 從I等於1 到蓄的點抗 減1 剛剛好這個也不用改 接下來的話 就是要複製到來源的第幾列 這個指的就是說 我要去追蹤 那我們是從A1向下追蹤 第幾個功能 第幾個功能 那比如1好了 我切到這邊 那我們從A1向下追 特別追喔 剛剛這一行程式 就是 如果說你要驗證的話 請記得 你可以按Ctrl向下 這一行的敘述呢 就等同於 你把游標放在A1上 按下什麼呢 Ctrl向下 它會停在哪一列的意思 所以你會發現 它回來一定是2 所以為什麼複製的都是這個 因為它從A2一直複製 對不對 那怎麼辦 我要的應該是什麼 複製底下這一個嘛 所以我應該 游標放在A2 然後Ctrl向下才對 剛好到3 有沒有 所以呢 這個可能也是個技巧 所以特別注意喔 以後如果你要確定說 到底 它Ctrl向下 它那個追 這一行追蹤到哪裡 你就用Ctrl向下 有沒有 這個意思就是Ctrl向下 and嘛 有沒有 and 的向下XL 但也有向左 向右 向上 但每個反應也一樣 砍錯上下左右 有一樣的道理 OK 那所得到的列 當然未來如果要得到藍 你就點Ctrl就可以了 所以後面其實是可以改的 不是說只是 就這麼一招 以後我覺得你這邊可以靈活 因為未來這些東西 點下去 你會發現它不會出來 點Row OK 為什麼其實它不出來 其實主要原因就是這個東西 如果你前面有Shits 點下去它就不會提示 所以怎麼辦 你可以先把它Delete掉 你這個時候有沒有 再點它 它就出來了 所以有沒有 為什麼我習慣先把後面打完再打前面 主要原因是因為這時候就有提示 那你就有提示的好處就是一定不會打錯啦 OK 之後再補 不過我最怕是有同學 打完了最後忘了補 那就麻煩 程式一定就錯了 OK 你會比如說剛剛有那個Row 它會提示 你也可以怎麼樣 藍的話就Column 就是 當然一般向下是配合Row 向右 Excel to 就是配合Column 就是 我右邊有幾藍 這個部分 你也可以 因為有時候同學也會問說 老師 你都教只有向下追蹤列 那向右追蹤藍怎麼改 一樣嘛 就是 如果你要改的and 前刮弧 它會出現什麼 Excel to right 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後面就是 後刮弧 加一個點 點Column 這樣就OK了 那你就知道它有幾藍了 就這樣子 所以你會發現這一招 很好用 而且 我覺得很夠用 坦白講 當然我講過 解決這樣子的方法 可能在VBA裡面至少十種二十種以上 但是不是叫你每一種都要學啦 其實 學一種就夠了 真的 你學那麼多幹嘛 每一個你都學了 每一個都不會用 那你學了再多也 多餘的 學一個精通就夠了 說真的 我用這一招 幾乎大部分的問題都能解決 那有什麼差別 反正可以解決問題就OK啦 你學這麼多要幹嘛 不是也沒用啦 但是就是說你也要比較差異 以別的方法有的時候 好處可能就是說 它會不會有什麼好處 效率比較快嗎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就用這個方法 除非說有什麼特殊的狀態 你再去用別的方法 OK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 大家了解一下 那這個再補充啦 所以Ctrl是有把它復原一下 這個可能額外再跟各位說明的 所以這個變通裡面還蠻多的 不是說只有 OK 這個地方 那我們向下追蹤 就從A2向下追蹤就好 A2 為什麼 因為游標方這邊向下剛好3 那3的話呢 表示說我現在要從A1 不是應該不是A1 應該是A3才對 因為我不用A2的 因為這個欄位我不要 所以我這邊應該把它改成3 然後到哪一欄呢 到D欄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A3到D3吧 反正底下如果有的話 那你就怎樣 就直接再幫我複製 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我們總表裡面的這個位置 OK 然後再幫我向下追蹤 Nice 向下追蹤 改完了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嗎 試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基本上重點 這個地方向下追蹤 然後這邊到這邊改一下 其他不用改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程式 但是它的那個可以 這個用的地方還蠻多的 我是強烈建議的 你都要把這個學好 不用看太多書 說真的就是用就對了 用到熟 用到滾瓜爛熟 然後用到有問題提出來 然後解決問題 你會發現你這個東西 就越來越沒問題了 就這樣而已 因為像這種東西 說真的 重點應該不是講太多理論 而都是實務經驗 那你會想說 老師那你怎麼知道這樣寫 只是跟各位講 這就是我的實務經驗 可能我已經寫了 可能超過20年的時間 後來我發現 這樣子寫應該是最簡便的 然後工作也可以很快解決 那就是好方法 OK 那你也想 常常問說 老師我應該看哪一本書 我真的我也不知道 怎麼推薦你們看哪一本書 因為很多東西 說真的 我都不是從書本裡面獲得知識的 那我怎麼知道 其實我多半就是去做了 然後就這樣做 做久了 我就歸納出一套邏輯 就這樣邏輯 那這也不是書裡面教我怎麼寫的 所以我一直強調說要實做 像這種程式你說真的 看再多書 倒不如你就做一遍 還來得比較踏實 那我們基本上寫完了 OK 所以我也盡量跟各位講一些重點 因為你說真的要叫我要推薦什麼書 我說真的 我還真的很想要自己寫一本書 但是寫書真的就扒一層皮的事情 每次想到要寫書 就上課吧 OK 因為我覺得 現在這個年代 說真的寫書 要能夠完整的傳達我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老不如錄影片給你們看 我不知道你們能不能懂的意思 因為我說真的 我要把這些東西 用文字敘述 全部寫得清楚明白 太難了 影片還是最簡便的 或者是說 用我做一遍給你看 好像是最簡便的 你說真的像這個東西 要怎麼把它用文字敘述 講得明白 講得清楚 太困難了 OK 好 好改完了 應該知道改哪裡 再來的話 底下清除部分 我基本上也是向下追蹤得到一個R 然後清除的部分就是清 清不用清全部 清1 它到D就好 這樣應該有清除 最後把這個兩個 通通都怎麼樣 把它做成兩個按鈕 其實就OK了 其他沒有問題 按鈕在這邊 OK 然後基本上按右鍵 我把它指定一下這個 這個 指這個 好 試一下 OK 沒問題 清除 也沒問題 這樣就大功告成 所以你會發現還蠻好用的 程式也不多 就這麼幾行而已 搞定一切了 所以以後的話 你們很多動作啊 其實都可以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一鍵就搞定了 感覺其實 我就覺得蠻有成就感的 所以我寧可花時間在想程式如何撰寫 說真的我也不想要去塗法煉鋼 但剛開始可以幾個動作 最後就想說怎麼樣把這些東西轉換成這個能夠被執行的程式 但是給各位一個變化題 像這邊應該OK 但是後來我這個最後就跟那個同學講 可以這樣寫 後來跟我講說 老師我有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呢 不是每個月都有人有捐款 像有的時候可能五窮六決大家收入變差 所以可能五月份沒有捐款 那沒有捐款會怎麼樣 有不要放A2 Ctrl向下 它好像會放到這裡 然後如果你複製它會變成這樣 是不是會出錯我試一下 如果五月有把它刪掉了 移到總表按下它會怎麼樣 沒出錯 沒有問題 老師那是因為它有複製化成果的關係 但是如果它沒有加寬的話它就會到五千元 我主要是在講這個 這個問題 假如說我把這邊因為它有加寬 那如果把這邊用常用裡面的清除全部 因為它裡面已經有寬寬了 所以它會停在寬寬裡面 所以我把它清除全部好了 我看一下 如果A2 向下追 它還是會停在這邊 你說整個 刪除列 這邊也刪除列 它是不是有加什麼 那個 還是什麼之類的 它好像有格式 也就是說如果你Ctrl向下 它應該會出錯 變成說可能Ctrl向下 它會跑到1048576 所以這裡的話 如果遇到這種問題 你可能要設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判斷說如果A3裡面 或者是其中一個儲存格裡面是空的 那這邊就跳過了 就不要處理了 不然的話可能會複製到空白的東西 這個可能額外說明一下 這個也許如果後面有範例遇到的話 我們再來做 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把剛剛的這個總表做出結果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程式其實不多 主要就是跟剛剛講到的其實是差不多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跨多個工作表 去把資料合併到同一個工作表的話 那其實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麻煩 所以單元零四的話 主要就是在解決那個所謂的這個多工作表合併的問題 其實我們可以從那個前面那個326班級查詢那邊寫出來的那個程式 因為它可以套用 所以回去的話 我建議各位可以多找工作上有沒有類似的東西 多多練習看看 OK 然後後面的話當然我們會延伸出去 就是再來講就是分割的部分 其實也是跟剛開始那個326的範例類似 但是分割要怎麼做 我們也是一樣就是在不同的那個問題 然後其實用簡單的程式就把它解決 好 von 好